这是我们系统思维的最后一期内容 这个系列一共有36期内容 在全网都非常受欢迎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先点赞收藏 关注我 保持同步学习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 最后三个系统的生存法则 扩展时间的范围 扩大关切的范围 和不要降低散得标准 越是网上的生存法则 其实看起来更务虚一些 但实际上它们更重要 也更容易被我们忽视 正如在一个系统里面 最明显的往往是要素和关系 但其实影响和决定一个系统的 往往是目标或是功能 首先扩展时间的范围 和扩大关切的范围 这两个生存智慧是类似的 在时间上 我们要拉长时间去看待问题 在空间上 我们要放到更大的系统里面 看系统的目标 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但我们却常常忽视它们 我们经常讲 人无远利必有禁忧 按照系统思维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如果你没有更大的目标和理想 那么你就很容易 为眼前的各种要素和关系 所困扰 就像如果你的目标 是成为企业管理者 那么你就不太会 为一些小事跟同事 不停的争吵 你才说 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而活 他就可以承受任何一种生活 从更长的时间范围看 如果你明确了 你人生这个大系统的目标 那么你就会避免很多 小事情的困扰 为什么我们关注 长期目标很难 因为今天的我们的社会环境 很容易引导我们关注短期利益和短期目标 我们的行为很容易收到及时反馈 而你越关注及时反馈和短期目标 你就越容易忽视长期的目标 前面我们介绍过目标侵蚀 还有上瘾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看之前的内容 所以时刻要提醒自己 关注长期目标 做长期主义者 但是做长期主义者 就意味着要长期坚持做一件事吗 比如我长期在一个岗位兢兢业业 长期在一个公司 勤勤恳恳的工作 这就算长期主义者吗 当然不是 长期主义的核心关键是 我们要长期持续的做 对更大的系统存量有增长的事情 所以要成为长期主义者的关键 其实要找到一个更大系统里面的存量 长期来说 对你真正重要的 能持续增长的是什么 你需要思考一下 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晰 我们用手机刷具和喝咖啡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你只关注喝咖啡 给你带来的经历上的提升 你关注的就是你当下经历 这个小的系统 你忽视了 喝咖啡的行为 其实是加速你身体 这个大系统的存量的流失 所以作者提醒我们 要扩大关切的范围 要在更大的范围内 去观察系统的变化 尤其是关注系统核心存量的变化 找到你的核心存量 并在这基础上 构建一个增强回路 才是真正的长期主义者 在同一个岗位待了很久 你可能获得的是 公司资历上的存量 这个岗位经验技能的存量 又或是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存量 但是你要思考的是 这是不是你真正要积累的存量 比如你的适应力 你的学习能力等等 因为今天的社会环境变化太快 在一个距离变化的环境里面 适应力和学习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看到一句非常扎心的话 说的是在公司以外的人看得上你 90%以上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公司 在公司内部的人看得上你 90%以上的原因 是因为你在公司的岗位 在一个环境待久了 往往很容易成为这个系统 无足轻重的要素 而失去自身的适应力 正如我们之前讲的 比赛用的帆船 看起来风磁电测非常灵活 但实际上它并不适合真正的航行 越精致的帆船 适应力往往越差 好了 介绍了扩展时间的范围 和扩大关切的范围 最后我们来看看 系统最后一个生存智慧 不要降低散的标准 在今天互联网和社会上 凡是宣扬和放大人性恶的新闻 都很容易得到关注 甚至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放大人性的恶 会很容易激发一个人的风险意识 和安全本能 所以我们会很关注它 而那些鼓励和讨论 善良和道德的新闻 甚至都很难成为新闻 很难获得关注和流量 甚至还被人嘲讽 但实际上 人性并不仅仅是自私自利的 也有善良和利差的一面 而世界呈现什么样子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我们看待它的视角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学实验 叫伤痕实验 研究人员把实验者 安排在一个房间里面 让化妆师给他们脸上 画上一些很逼真的伤痕 然后让他们照镜子 让他们确认自己脸上有伤疤 紧接着化妆师声称 给他们的伤痕再加固一些 实际上是帮他们抹掉 或者擦掉了 然后将这些实验人员 安排到各个医院的后诊室里面 他们的任务就是去观察 人们对他们面部伤疤的反应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实验者回来 无一例外的向研究人员 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那就是他们感到 人们对他们不那么友好了 而且总爱盯着自己的脸看 甚至还被歧视了 但神奇的是明明他们脸上 其实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呢 这种效应在心理学里面 称之为自我投射效应 自我投射就是认为对方和自己也一样 认为自己喜欢的别人也喜欢 认为自己讨厌的别人也会讨厌 把自己的这种情感 意志还有特征投射到他人身上 更重要的是 我们会根据自身的投射 做出相应的反应 比如这些受试者感觉到了自己受到的歧视 他们很可能会回击 然后可能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这里说为什么 越是你认为人心险恶 你就会感觉身边的人总是别有用心 马克斯韦伯说 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 意志往上的动物 如果你从邪恶和欲望的视角看 这个世界就充满了人心的贪婪和欲望的泛滥 如果你从权力和博弈的视角看 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各种权力的斗争和利益的博弈 世界在你眼中呈现什么样子 很大程度上在于你什么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 不要放大人性的恶 也不要低估人性的善 就像作者说 如果你放大了人性的恶 你对善良的期望就会降低 善良的标准也会降低 这叫目标侵蚀 然后我们期望的行为 与实际的行为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 最后我们看到了善良就越来越少 而邪恶就真的越来越多 所以不要过度关注坏的消息 不要放大人性的恶 不要降低善的标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与此同时 我们这个系统资美的系列就到此结束了 从系统的三个要素 三个特征 到系统的六大障碍和八大陷阱 再到系统的十二个杠杆点 十五个生存法则 我们用了三十六期内容 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 系统思维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思维方式 同时做的在书里面也告诉了我们很多人生的智慧 对我非常有启发 也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收藏和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见 请不启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